没有太大的要求 只要两个人彼此给予信任 然后像生活中像恋爱一样的 继续生活下去 是最好的 过分的学习也可以 过分的 一般其实那么大尺度的 咱们国内电视剧 什么的也还好 国家审得比较严格 所以应该还好了 他还比较放心 是吧 那你也可以 他不关心感动的 他 其实他挺保守的 他挺保守的 他距离这种和人相拥的时候 可能他都会 就会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他还好吧 我觉得 那现在其实应该很多 偏方找过来 想要你们拍一些 夫妻档的作品 有一些 你们会考虑这样 可以尝试吧 但是要好一点的剧本 比较合适的 这种就可以 那谈谈之后 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吧 现在 我现在呢 可能有两三个剧本在看 然后有两个 现在是一个军人的题材 我在还要差不多跟他在商量上的 然后看看选择哪个吧 就现在工作也是在一块商量的做吗 也会了 也会征求他的意见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我能跟他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有的时候 就比方说在表演上 我俩会一块去讨论一个人 他演的怎么样 或者是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 哪些地方我们要注意的 他都会给我讲 然后我觉得 还是挺收益的 嗯 这一般是一个选择的 最后的事情 我将军事先开始 我现在 现在 我现在 我做了结婚的生日 我现在已开始了 我已经开始了 所以她也希望 现在 我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先做了 我们先做了 我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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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之后姐姐会陆续的接一些工作 十月底要在韩国补办一场婚礼 对对对 这个有没有特意的做一些 这方面她可能就是 蔡林比较辛苦了 因为我们韩式传统的这种婚礼 就是我这边可能有利也使不太上 然后她而且那边的以韩国的朋友 亲友为主 然后比较小型比较私密的一个这样的婚礼 她一直也很辛苦 有的时候我这边在办 她那边也在景欧密鼓的进行着 我也帮上忙有时候挺着急的